近期身边很多相近年纪的朋友,都在讨论一个问题,是否应该帮子女买楼。我们这些父母都有以下特征,多年来已经累积一定财富。没有任何金钱压力,随时都可展开退休生活。 而子女也开始踏入成人阶段,想考虑买楼的问题了。但如果单靠他们自己的能力,基本上十年后都没可能买到,这些父母在银行的现金,基本上可以一泡过帮子女买楼。 按揭都不使做,就是因为有以上的特征,决定是否要帮子女买楼。才变得头痛,因为如果没有金钱能力,例如自己层楼都没供完,还要加按财勉强够前帮子女给首期的话。答案将会是非常简单,就是不应该帮了,自己都搞不碰。勉强帮子女等于害了她,随时有可能子女供不碰的时候。 反过来埋怨你害她们背了层楼要做牛做马。你自己家案又攻到呕血,真是人间悲剧。但当父母有足够财务能力的时候,重点就不是金钱,而是会否令子女觉得不用努力,就轻易成为业主,完成人生一个重要目标,以后就没有奋斗的能力。将来应付逆境就会变得脆弱。但如果不帮呢,靠年轻人的能力。 如果只靠自己的收入买楼,可能十个只有一两个做到,其他八个都做不到,包括你个儿子在内。 根据政府统计处中期人口统计数据,对于香港25至34岁年龄层的大学生,有一半人的每月收入低于21,250元。 接近七成每月三万元以下,这些已经是大学毕业后工作数年至十年的年轻人。 算是同年龄层中比较好的一批,但就算他们将一半的工资储蓄起来,如果没有其他稳钱方法的话,储够前买楼是非常困难的,而更加现实的一点,就是在我们以前的一代。 只要肯挨就有出头天,但现在年轻人却不一定是这样。 我差不多三十年前在香港大学毕业,当时真是美好年代,毕业时工资起身点与今天大学生差不多,但平均每两年升职一次。 每年人工升幅起码百分之二十,只要不是乱花钱的话。 在职场干了十年,大部分都有能力,在港岛区买一间两房至三房的单位。 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,在香港持有大学学位的人,在1986年到1996年的平均工资。 十年内升了三倍,但在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就没有上升。 从2006年到2016年的升幅也只有三成,大学生每年薪金平均加不够百分之三。 想买楼真是非常困难。 回到我们的问题,如果父母有能力的话,是否应该帮子女买楼? 我个人的意见是,一先考虑时机是否适合。 如果子女根本没有住屋需要,例如只是刚毕业几年,就不应该帮他们买楼。 帮她反而害她,会磨灭他们的奋斗能力。 而除非要结婚成家,否则三十岁前都不太应该帮,请他们挨多一阵。 继续努力工作,三到了适合年龄,确定有住屋需求后,就可以考虑帮忙。 但也不能帮百分之一百,要做按揭供楼。 他们也要在能力范围之内,自己负担一部分首期,因为太轻易得到的东西,人士不会珍惜的。 感谢您的观优